早上七點 嗨 大家早安 現在是寧波 早上七點 也是我們賽事的第四天 然後 最後一天的總決賽 那今天早上 一起床的時候 其實昨天晚上沒有睡好 因為昨天 發生一個很大的 撞車事件 都一直在看手機 因為我們的群組裡面 不斷在搶修 我們的BMW 每個工作人員非常非常辛苦 然後我們昨天 等消息 然後等待 就是寧波這裡的 寶馬的技師 板金技師 來幫我們做車輛的板金維修 因為昨天晚上看的車頭都歪掉 所以車的大量也受傷 那他們現在場修 很高興是早上醒來的第一眼 三哥傳了一個簡訊 三哥可能還在現場 現在已經快七點多了 他傳了簡訊說 車的大量已經修好了 引擎的部分的話 他們會繼續修 但是不知道比賽 到底來得及還是來不及 真的很 難過 等著早上醒過來之後 發現昨天這樣這麼一撞 雖然有戴上安全帽還有Hands 但是我的頸椎啊 還是非常的痠痛 然後內臟也是有點 好像遇到撞擊 所以有點晃動 然後頭有點暈眩 最近吃了兩顆 止痛藥 現在繼續再吃 然後我希望待會 會有奇蹟發生 希望老天爺會眷顧我們 AI車隊 我們是最強大的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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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天的決賽 我們又來到賽車場 所有的工作人員 已經盡了自己最大的力量 發揮整個車隊 最強大的力量 還是沒辦法搶修完成 因為 組裝上是沒有問題 但是就是缺少了很多小零件 所以變成說 引擎就算上了 有很多零件 也沒辦法讓他完成了整個車輛 讓他順利的參賽 不過這一次的經驗 真的非常非常難得 早上一來 看到車輛已經修復了 七八成左右 只差在 引擎發動機 跟車結合的那個步驟 因為少了太多東西 不過還好 今天因為昨天一撞擊的時候 整個車隊啊 跟其他所有車隊的朋友們 大家在跟我講說 你昨天的速度 真的是太快了 撞得太嚴重了 那看Data的話 是有四個G 四個G子的力量 的撞擊 然後大家其實都很擔心 我今天起來會全身痠痛 內臟會痛啊 然後 全身可能會哪裡不舒服 然後 一直希望我去大會那裡照S光 我很開心是今天身體狀況 覺得還好 只有脖子 有點不舒服 那其他道都還好 那比賽馬上等下就要開始 現在已經十點了 等下十一點 我們GT4的比賽就要開始了 那其他的車隊都要準備了 只剩下我們一個空蕩蕩的車 但是我還是覺得我們AAS最強大的 這個建議很棒 不過大家不用怕 雖然今天沒車開 我還是要帶大家去看看 整個跑道上面的狀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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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